林依晨和老公結婚8年2021年10月 生下女兒小小齡後 出席活動時也大方分享育兒生活 不過和老公因為工作關係 經常分隔兩地的他們 最近在錄網卻爆出 夫妻倆正在協議離婚 林宇超甚至有婚外情等消息 內容更指出 林依晨已經決心要結束這段關係 讓人相當錯愕 後來一出經紀人也在微博發文寫下 人家好得很呢 間接打破這項傳聞 而林依晨本人則是在13號打破沉默發聲 PO出兩張自己去看魏宇璇演唱會的照片 並寫夏天啊 怎麼可以那麼好聽又好看呢 照片中她不只在背板拍照 還跟自己送的花開心合影 雖然是素顏狀態 但看起來心情非常好 完全沒有受到離婚傳言影響 其實早在2021年 林依晨就沉船過魂扁消息 當時爆料中指出 林依晨不只要四後公婆 老公還帶嫩魔回家外遇 當時林依晨還動怒寫了長文回應 我不卑微她也不渣 如今又再度傳出這樣的消息 林依晨的朋友也向中天新聞透露 之前都還有跟對方一起吃飯 夫妻倆感情很好 沒有要離婚 看來婚變消息又是空穴來風 人家的談判 過程又是空穴來路 我也想了好 你的動作 我可以做 為死 二人 可